隨著疫情趨緩 台北花市店家推出優惠活動 人潮明顯回流 雖然是平日 但還是湧入不少採買民眾 為了搶攻這波振興商機 北市府也和商圈 夜市及市場攤商合作 推出消費抽獎活動 只要登陸發票 就有機會抽中百萬名車 台北市的商圈跟商家 這次受章很重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靠著 國際觀光客 我們這一次 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把國民的旅遊 全部能夠一起爭取過來 半抽獎刺激消費 希望幫店家搶救 疫情期間流失的業績 活動從7月15號 開始為期一個半月 只要消費滿200元 就有機會抽獎 另外特約店家還有超值福袋 旅宿業者也準備70台電動機車 等著民眾騎回家 這三個禮拜以來 我們在看到有一些商圈的部分 人流已經慢慢在回溫當中 連續兩個禮拜我去的西門町 大概現在至少有 差不多六成以上的旅客回來了 迎接防疫新生活 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振興好康 北市府推消費抽獎 希望吸引國內民眾到台北玩 也鼓勵市民潛流當地 脫落地方經濟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它真的假燈 看到一些影響 從中央到地方 都有